好 雖然這個幾十年沒有劉文正的訊息 但是當然他在那一輩的人的心中 是一個巨星的地位永遠無法取代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各家媒體在昨天都用了快訊 這個方式來報導劉文正的死訊 看到沒有 這個各台都做了一個特別報導 永遠的巨星 劉文正事事 淡出各台32年 死訊竟然滿三個月 有沒有 然後這個聽到劉文正這個病逝 將會爆哭 哭到一度失聲 無法接受 看到沒有 這個還有享受70歲 死訊藏了四個月 那經紀人非常的悲痛 證實了這個訊息 然後還有更多的更新 為什麼過世呢 說這個原因是因為心肌梗塞 當然天氣比較冷 那這個走的人也很多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第一個年紀 那第二個因為這個心肌梗塞 第三個主要是好久好久沒有這個訊息 所以消息跳出來之後 各方的反應都非常的強烈 各式各樣的快訊 很多電視台的特別報導都已經推出了 結果石破天津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那章 有沒有今天突然之間180度大翻轉 他這個過世的訊息讓很多人很難接受 但突然之間死而復生的這個過程 也讓大家很難接受 因為說他死的跟說他沒死的都是同一個人 這個人呢叫做夏玉順 是劉文正的這個前經紀人 那他本來怎麼說的呢 2月15號他其實還講了很多的細節 今天我因為要做這個報導 所以我還特別去看了那個細節 那因為這些細節兜一兜你就會發現 因為又是他的經紀人嘛 有細節就應該是沒錯啊 他說有沒有心肌梗塞是突然的病 老流獨自在家 錯過了黃金救援 隔天才被發現 連這個細節都有了 你有沒有看到啊 所以緊急送醫 無力回天啊 我很難過 所以感覺上他掌握了所有的過程嘛 不只是心肌梗塞死亡 而且還是獨自在家 還是錯失了救援 還是隔天才發現 所以所有的細節放在這裡 難怪大家深信不疑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崩了一下 今天眉頭眉腦大改口 告訴大家在人間 這是我們今天的招劇嘛 對不對 這該哭還是該笑呢 那莫名其妙 那這樣你幹嘛告訴大家 假新聞啊 假訊息啊 他說是因為最近又有人出了二十幾億 叫他巡迴演唱 所以呢 叫我發說他已經走了 什麼意思啊 在黑劉文正嗎 是劉文正叫夏宇順發個假新聞 你跟大家講 我掛了 是不是 免得他們再煩我 這怪怪的 免得大家要他付出 然後呢 真的有心肌梗塞 已經醫好了 但說實話 有了這個死而復生的過程 他講話還有人信嗎 那劉文正的二姨 二姨是跟他比較親近的 也證實接到了劉文正報平安的電話 所以呢 劉文正的二姨跟好朋友說劉文正沒有死 已經打電話給他報平安 然後劉文正說自己在菲律賓 對於這次謠言鬧出這麼大的動靜 他不高興 過去其實好幾度傳說劉文正過世啊等等 但這次實在是鬧得太大 劉文正本人非常的不高興 所以第一時間我想先請教一下陽明 你怎麼看待這個新聞真的是有點讓大家 莫名其妙哭笑不得 我相信第一個是因為劉文正的這個神秘感啦 所以當台灣的媒體尤其現在 你應該說現在大概50歲以下的族群喔 對劉文正基本上就是這個人好像聽過 但是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或說他表演的狀況怎麼樣 可能模糊 對像我小學我還看過劉文正表演 所以我還有印象 那剩下都是看這個模仿秀喔 對但那是他演藝生涯的後期了 已經不是他當年那個你知道 偶包的那個樣子了 對你沒有看到他最紅的那個時候 對所以對很多人來講喔 能夠退出演藝圈一張那種家居的照片 都留不出來的人 太厲害了 那我以前是在有狗仔隊的這個媒體工作 聽說以前狗仔隊是懸賞一百萬 誰拍到 我就那個老闆就給一百萬 拍不到 你記得以前喔 演藝圈有曾經有過那個豬哥亮消失 因為他是他說去進修嘛 然後呢以前豬大哥他進修的時候 最後是蘋果日報狗仔就把他拍到 你只要今天 在理論上在人間喔 就是網路的這個發達的時代 很多的鄰居啊 什麼朋友啦 總是會流露一些訊息 那劉文這很特別 對啊 你什麼照片都找不到 完全沒有 網路上流傳的全部都是長得像 不然就是拿APP去這個改圖的 真的找不到 太厲害了 那當然這一次事情喔 其實你知道我 我還特別去整理了一下 今天的一些這個平面媒體的報導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這個今天各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這個呈現喔 好你看這個這個是聯合報喔 聯合報它的標題喔叫做船 欸他用了一個船這邊有一個船欸 嗯 船病士喔喔喔這個我覺得這個比較妥啦 中國時報你看一樣船欸 因為本人喔跟親人沒有人證實的狀況是一個經紀人的說法 他那都要講清楚就是說啊都是船 但是欸自由時報是直接把他的永遠的巨星殞落 哈哈也沒有船 但是他也強調是這個經紀人啦 那你說要怪媒體嗎 也不行 因為你知道有人當今天有人刻意要說他死了 而且這個人又是生前呢 唯一有辦法幫他跟媒體互動的人的時候 那個在我們媒體來講這個叫權威消息管道 對 那通常 更何況他講的活靈活現的嘛 沒錯 所以我說這次也不要怪什麼假新聞啦什麼什麼 怪媒體沒有查證等等 這沒有辦法的 可是可是我覺得這個事件對媒體來講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知道劉文正現在成為史上第一位 活著看著自己的福壽版的這個公眾人物 對 我們在媒體我們講這個叫福壽版 你看到網友說什麼 我想說劉文正本人也很震驚 但是我們以前我在這邊講一些這個秘辛啦 很多名人尤其是政壇的名人 都有所謂的福壽版 對沒錯啊 可是你們大家可能沒想到沒想過 陳水扁的福壽版很多媒體都做好了 而且是在十年前就做了 那個時候傳出他那個在這個監獄裡面 有什麼發病什麼的時候哇很多媒體趕快做啊 怕他真的是有病然後呢怎麼了 哇把他的生平什麼都已經鮮小 可是這些東西喔不能公開 當然 絕對不能公開 那比如說我舉個最經典的李登輝 對 李登輝的福壽版做了二十多年 沒錯 從他一卸任那時候到日本去裝支架就開始了 第一個版本就開始出來了 而且還要不斷update 沒錯沒錯 我自己也參與過李登輝的福壽版的寫作 對 所以李登輝又是一個很特別的喔 因為像我之前跑過這個李登輝的新聞喔 在他的晚年 平均每三個月會傳他一次死訊 那尤其是這個對岸的消息也有 台灣的也有 動不動就說啊他進醫院了 動不動就說啊他死了 他怎麼了他怎麼了 好我們每次喔只要今天報社這個消息一傳過來 我們第一件事情一定 第一個打他身邊能夠證實他到底是狀況怎麼樣的人 那就問說不好意思我們又來問你了 好只要今天他講說沒有 那我們就是回報一下說沒有 報社也不敢輕舉妄動 所以即便他最後人生最後 他在醫院裡面住的那段時間 隨時都有可能走 我們沒有確定的那個管道 能夠證實通通都不會去有動作 那這一次的狀況是比較說 也沒有人知道劉文正在哪裡 也沒有人聯絡到他家人 也沒有任何的聯繫管道 沒錯所以當這個狀況下 新聞媒體要做一個抉擇 這個有一個權威消息說他過世了 可是昨天其實聯合報 其實昨天有做一個動作啦 因為他那個是很資深的這個影劇的記者 對啟鳳姐他他是這個也問到了一個劉文正的朋友 他的朋友說沒有啦他沒有死啦 我前一天還跟他打電話聯絡 然後呢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聯合報是有查證到另外一個說他沒有過世的消息 所以一度是去昨天就已經有個翻轉 可是呢他的經紀人又出來講說 對 我那個什麼不要聽性謠言 我講的才是真的 所以昨天他經紀人不是只是單純講他死 而且當有人否認的時候 他還出來說沒有那個是假的 對所以大家就懷疑 就是這個經紀人是怎樣 這個經紀人是這個做夢夢到嗎 還是說他有什麼樣的目的呢 所以一直追著他問嘛 那他告訴大家什麼意思 劉文正叫我講的 那劉文正為什麼要加獎 很煩啊為什麼很煩 因為有人要給他20億要加去這個演唱 這個過程覺得呢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